如果先生不教,就一定是教不了的 其實這個教協作為一個工會 它本身是反對這件事 只要它是落一個罷課令 即是不教這個國民教育就已經可以了 大家可能覺得,梁靖都說三年之內不推 那還想怎樣呢?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百足之蟲死而不疆 很容易復活的 因為梁振英以所謂尊重少數意見為理由 就說別人開科沒理由不讓他開的 他是調轉了那件事實 原本是不用開科的,原本是一個課程 由這個課程到一個科目到後來要是必修科 是我的階段 所以我會認為,教協是全香港裏面最有能力 是令到這個國民教育科是從香港的土地消失的 因為,家長不同意,學生很小時候 只有教師,作為一個最重要的執法者 他們一聲說不教,就沒得教了 其實霸科,一路都應該是一個霸教的運動 我希望,教協的理事是明白這件事 它是可以令到梁振英的陰謀 或者梁振英現在這個,所謂的一個搞計 是完全被粉碎的 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教師 最好的教育就是告訴他的學生 告訴中學生,告訴大學生 遇到不合理的事情,必須反抗到底 也都必須是用自己的力量 是去令到那件事不發生 所以我是贊成,教協是作為一個工會 一個對教育事業最大的執法者之一 是應該理由他的責任 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會兒都去到教協的會所 能夠再一次是令他明白到他們的責任 也都明白到他們實際上是有能力做得到的 化科,不是一個消極的東西 因為,先生去罷教,當然可以教其他東西 是不是?那些細菌仔一樣可以學到東西 只不過就是不教這個國民教育科 或者是將對這個中國的認識 對香港的認識是用其他的方法 是告訴那些小學生 我希望大家一會兒都能夠參加這個遊行 去到全港最大的教師公會 促請他們履行他們的責任